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全能艺人王一博,闷声成大事,不愧为娱乐圈添花板 如果说娱乐圈中流量至上,那么王一博无疑是流量的既得利益者 虽然他自身有着偶像歌手、演员、主持人甚至是摩托车职业赛车手等多众身份的标签 而毋庸置疑的是,王一博是凭借演员这个身份让自己进一步走进大众视野的 陈情岭的播出让王一博身家大涨,但是如果足够了解他的话 你会发现王一博的闪光点远远不适之存在于陈情岭中 大多数人喜欢王一博也往往都是始于颜值,忠于实力 说到王一博的实力,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舞蹈 王一博在13岁那年就参加了街舞比赛,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之后,带着对舞蹈的热爱,他来到了韩国,开始了漫长的练习生生涯 其实在韩国当练习生并不轻松,特别像王一博这种在韩务工人员 在当练习生的日子里,他每天训练14个小时 并且没有一天的休息时间,为的就是能够在韩国顺利出道 他一直坚信1万小时法则的定律 一件事只要不断练习,时间达到1万小时,那么就有可能成功 在经历了一段艰辛的训练生涯后 2014年,王一博作为组合unique的成员成功出道 王一博在组合内的标签是舞蹈班当 这也证明了他在练习室中挥洒的汗水得到了回报 后来在王一博因为陈情领而爆火后 一则关于他早期练舞的视频被扒了出来,王一博的跳舞实力被大众认可 更是有不少人夸赞他说天才行舞者也不过如此 但人们只看到了他有着惊人的舞蹈天赋 却并不知道他为此在背后付出了多少 王一博的舞蹈实力是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在练习时不断努力的结果 每天枯燥乏味的训练,靠的是自身的意志和吃苦的能力 能够站在舞台上成功出道 这对于王一博来说,似乎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但是这阶段性的胜利对王一博而言却远远不够 在2016年,王一博决定回到国内发展 回到国内的王一博,不局限于偶像歌手的身份 还多了主持人这个标签 虽然很多人并不看好王一博这样的跨界转型 但是对于王一博来说,这却是一次自我的更新与挑战 随着节目的播出,大家看到了这个年轻男孩的努力和能力 作为主持团队中年龄最小的成员,又没有主持经验 对于这个全新的身份,他面临着许多的困难 但是王一博没有退缩,他一直在不断努力 想办法去解决,去克服这期间种种的困难 以至于后来有人问王一博凭什么可以当主持人 除去粉丝之外大多数观众都认为是因为王一博学习能力强 踏实,谦虚以及适应能力强 其实,从王一博在节目中的变化就能看到他的努力 从最初的一期节目说不上几句话 到如今可以配合团队为节目增添亮点 王一博在主持上的进步是大家都能够看到的 而当外界对自己主持传来质疑声的时候 王一博的回应仅仅是多努力一点就好了 从不会卖惨,也不会刻意强调自己的努力 这样的王一博怎么会不受人喜爱呢 有多少明星在红了之后,开始万乎所以,洋洋自得 甚至不爱惜自己的羽毛,盲目地开始接各种商业资源和代言 显而意见王一博并不属于这种人 他在陈情岭爆红之后 面对这一切看似光彩夺目的资源时 他只选择适合自己的 从容独特地做好自己的事情 一切都是从前一样 仿佛爆红的不是他一样 而这也充分地说明了王一博自身的品行过硬 他不盲从,不跟风,并且对自己未来的事业有着明确的规划 清楚地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在成为艺人的这条道路上 王一博一直以自己的节奏稳步前行 没有冒进,也没有退缩 虽然因为陈情岭的爆红而打乱了他的步伐 不少人觉得王一博是瞬间爆红 或者一夜成名 认为王一博能够演绎陈情岭无疑是幸运 但是回过头看,其实这所谓的幸运不过是王一博本人凭借一不一个脚印的努力得来的 早在陈情岭之前 他还演过不少配角 这些经历一方面锻炼了他自身的演技 另一方面也让他更清楚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的角色 这一切才造就了之后的蓝忘机 王一博身上一直有着自身独特的个性 这样的个性让他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圈中活得特别通透 在目前的流量明星中 王一博年纪不算大 但是很多时候他身上却有一种超越他年龄的成熟与干练 而恰恰有很多人正是被他这一身犹如老干部的气质所吸引 或许有人会说 这只是王一博人设的打造 但是要知道 人设很多时候也是跟自身的个性有关的 如果与自身个性相差太多 迟早都会翻车 而王一博从刚开始出道时的 极极无名到爆红后的安分守己 他的人设依旧如此 自身的个性也没有过多的变化 面对外界质疑的声音 王一博也都是一一回应 并表示自己也在不断的努力中 不过分张扬 不刻意表现一直是王一博的个性所在 他始终保持着清醒 不会刻意的迎合复杂的娱乐圈 面对质疑 也不会做无力的争辩 他始终在做他自己 现在的王一博仍然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活跃在大众视野下 你喜欢王一博吗 你又是被王一博的哪些闪光点吸引到的呢 评论中说出你的看法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